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乖女们 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养秋标这个词吗 所以到了秋天我们就要吃肉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猪蹄 非常有名的猪蹄 猪蹄就很普通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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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的猪蹄不能说是韩国最好吃的猪蹄 但是能说是首尔最好吃的猪蹄 都聚在这条路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首尔最好吃的猪蹄 废话不多说 班里卡与 班里卡与 够了 够了 这个有我们学校 东国大学 然后这边有免税店 将冬性主角的猪蹄 Stage 春的猪蹄 馅中的猪蹄 再吃一碗 它一点都不腻 不得了 没必要 而且它的肉就是有酱油的味道 所以它就不会有肉腥味 而且它是已经煮好了 完了以后就挺糯的 就完全不会腻 入口即化的感觉 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们再教给大家除了这样吃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吃法 我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因为它可以放进去 OK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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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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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加了这个生菜之后 本来它是肉 就是你虽然它不觉得很腻 但是你吃的时候还是腻 有了菜之后就中和了一下 有了菜之后就中和一下 就更是非常的好吃 非常适合秋天的一个饮食 在这里我们不能停下来 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韩国的一个荞麦面 你吃肉的时候 既然有了这个菜 让你觉得不腻 然后我们还有它 也可以跟肉配在一起吃 这样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首先它有点辣 不用再单独蘸什么别的料 因为你吃肉的时候 吃着吃着总会有一点腻 所以加上这些别的东西之后 你就完全不觉得腻 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来吃这个 尝尝看 摸吧 你们吃到这块的时候 不准少了点什么 所以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都是成年人 可以稍微来一点酒 我们在吃着中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总吃没点喝的 好像有点奇怪 所以韩国的传统酒 它这个酒里边有气 所以打开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而且你打开的时候 你要摇匀了再给它打开 哇 有没有听到气的这个声音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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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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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